麻衣色這個我就配得非常Lady優雅的一個配搭 我現在這個配搭了LACE裙 用布量相當多的一個款式 整個造型都是斯文一點 亦都是很Lady 因為你看到手袖和裙型都是以LACE為主 當然黑色也可以配搭LACE裙 看你自己在顏色上如何調配 我現在也配搭Lady優雅的袋子 留意這個甲圈有少少低 如果是淺色有機會會走光 整個本的手袖 整個設計的重點就是在手袖的位置 他做了一個四個花反的花形 這一幅是網布 你會見到它的形態都是攀起 好像一個水墓狀 你會見到反進去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收口位 它內部的位置也有多一層的網布 令整個設計會撐起它的形 網布這裡也有支撐 當然我說支撐這幅都是軟的布 但網布可以做到一個風型攀起的效果 就像水墓狀的泡泡感一樣 這一款也是韓國今年很流行的一些元素 看看你喜歡用哪一種風格去呈現 這次的一種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花形的圖案 就撐起整個設計了 如果這一套的造型來說是比較誇張一點的 但的確是可以做到極致一點的造型 我搭了一個斯文的鞋款 因為我不高的 我一米五八 這個裙子對我來說有少少長的 要不就優高一點 要不就穿高差一點的鞋 當然剛才黑色的搭這一種裙子也可以 這一款米色搭型格的牛仔褲也可以 因為始終都是今年韓國很流行的一些元素 我估計它是比較幻緩一點的 可以做到型格一點的造型也沒有問題的 這樣就會比較Fashion一點的型格一點的配搭